如果你是一个拥有数百万粉丝的网红 却因为过去的阴影和无法逃避的债务 让你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你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来偿还债务呢? 可能你有梁静如子羽的勇气 就会选择参赞SLAB 可能你有周杰伦的脸和天籁之音 可以开演唱会 但这位可爱的女孩 有着诱人的身材和脸蛋 却选择站在街头卖煎饼来还债 难道她是想要学周炳伦吗? 只是她又长得像谁呀? 俄罗斯娃娃吗? 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狗仔队长 狗头罗莉是过去有着百万粉丝的女主播网红 同时也是一位深受宅男宅女们喜欢的cosplayer 微博的粉丝数量有着超过300万 如果罗莉是在说她,那狗头肯定是我 狗头罗莉在2019年成为了虎牙的主播 每天穿着新娘,唱歌跳舞 过去除了直播游戏互动 也因为插边内容而文明 然而她即便得到了许多粉丝的打赏 但因为跟人签订合约的缘故 就算直播收入超过数百万 但自己拿到的工资却只有几万元 而且随着自己的人气下滑 拿到的工资更是慢慢的变少 甚至遭到了公司的减薪 直到最后自己连账号都无法登入进去 这也让她的努力付出流水 是我就先下手围墙改密码了 于是她便打算转换平台重新起步 却没有想到 她被签有独家合作协议的虎牙直播 给告上法庭 因违约而被判六百万年的违约金 别无选择的她 只能咬牙切齿地进行还债 但她在其他平台 又因为各种插边的行为而惨遭封号 就连她过去的网恋前男友 因为不满自己上传大尺度的照片 同时也不爽对方无缝接轨 于是便复仇心切将狗头罗莉的私密照片和影片都发布到了网络上 可以说是给狗头罗莉当头一棒 虽然在她起诉之后 前男友因为传播不良影片 而被判八个月有期徒刑 但八个月后前男友就已经出狱 可这些影片对狗头罗莉造成的伤害和影响却是一辈子的 因为这些影片 她被全网的人给看光 变成别人口中一位不检点的女生 她的账号遭到了封锁 惨遭网友们的语言攻击 这根本就是射死现场 然而狗头罗莉并没有因此而选择放弃 反而是勇敢的去面对这些遭遇 即便网络上充满了骂她肮脏的声音 把她称作为插边你 福利基或是你菩萨 她都只能坦然面对 她甚至还曾在直播中说 自己应该专门拍一部影片来给大家看 觉得自己反将都被看光了 不如自己拍一部更美还附带剧情的短片 同时她也觉得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 就因为被前男友故意复仇 导致自己遭到大家的鄙视嫌弃 走向逼梁为仓的道路也不足为奇 不过遇到这样的事情 狗头罗莉还是有一直以来都在支持她的粉丝们陪伴着 同时也有因为流出的影片过于劲爆 对于部分群体来说也纷纷变成了粉丝 大家针对她经过改造的身体都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毕竟她细小瘦弱的身材 却有着不符合人体工学的双风啊 纷纷吐槽 人很瘦 能量却很大 高科技 葡萄很黑 杂草旺盛 细枝结束果 好吃又败虎 可以说自带流量的狗头罗莉虽然频频遭到网爆 但始终都是一个自带流量的人气网红 只想沉迷网络的她 开始沉醉在身材被免费公布后 受到网友们追捧 所带来的虚荣心和巨大的满足感 自嘲自己变成了大家口中的网黄 却没有想到又一次遭到了欺骗 B站看到了狗头罗莉的流量 并开始主动邀请对方前来自家平台直播 表面上说是包容对方的直播风格 可实际是当她为平台带来人潮后 又以低俗内容为理由 去永久封禁对方 甚至差点又签下了价值高达2000万的违约金合约 让她气愤的直接在微博怒视B站 狗资本家林狗都要骗 你们才是真的狗 而喜爱二次元Cosplay的她 当在网路上成了擦边球的大王皇后 参加了各种漫展活动当嘉宾 这个过程不仅被一群人给团团包围 期间还发现线下与人接触 更让她有存在的意义 比起在网路上擦边所带来的虚荣心和满足感 线下接触的人眼睛都有光 每个怀抱都有温度 脸上都带着笑容说话 让她觉得线下讨好人 比网路上的虚无缥缈更有意义 所以她便打算更积极的去参与各种漫展活动 虽然仍有居心不良之人 故意从刁砖的角度拍照下手 让照片变得更加劲爆火热 再度让狗头罗莉受到无谓的谩骂 觉得她是线下故意插边 但更糟的还不止如此 她的前男友出役了之后 她还跟踪狗头罗莉 前往每一场受邀的漫展 然后举报至当地的各个机关 以狗头罗莉的不堪过去 不应该成为嘉宾出席活动 加上萌络的舆论 都觉得她在线下活动也时常插边 最后就被禁止参与各种漫展 这样的遭遇 成了压垮狗头罗莉的最后一根稻草 种种挫折让她感到屈辱 因为自己糟糕的形象和败坏的名声 工作机会也大受影响 于是隔天就在微博上传了一部影片 并在文中仿佛暗示了 自己即将咨询短见的预告 此行为也引起了网络的关注 一些网友极以支持 但仍有一些网友还在觉得她是在演戏 就是为了吸引油亮 这则影片推出以后 狗头罗莉消失了一整天 直到隔天才在一座废区被人给发现 弱迫的坐在角落处 只是当她被人发现的消息传遍网络后 大家都在质疑 一切都是炒作话题的剧本 这小朋友躲猫猫都比她强 经历了风风雨雨后 沉浸一段时间的狗头罗莉也决定重新起步 去考了一张煎饼技术的证书 决定开一家煎饼狗子的摊子 至此就开启了自己的煎饼生涯 过去累积的人气有量 让煎饼狗子的摊子人杀人害 就算煎饼的味道或许不比他人好 但狗头罗莉还是透过服务去满足大家 让人直呼 古有西施卖豆腐 现有狗狗卖煎饼 身穿精致打扮 不必闲的把男女顾客都称之为老公老婆 每个顾客都有着轻定的互动 让人感受到了正能量且温柔的狗头罗莉 粉丝们真诚的对待 让他有着坚持下去的动力 随着他坚持的工作 网络对他的观感也有所改变 看着他努力的生活 做着不偷不抢的工作 也开始默默的支持着他 而除了刚才提到的招意外 当你了解了他过去的生活 就会知道狗头罗莉的人生究竟有多么的惨 狗头罗莉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 他的本名过去是夏旭男 也就是旭男的谐音 直到后来才选择改名为夏凯旋 他小时候就遭到了鬼妇对待数年 长大离家出走的他 因为得不到助学贷款 只好努力兼职工作的他 却在一家工厂上班时 被主长给动手 甚至为了生活 主动接触许多的男人 透过被包养 去让自己能够维持生计 直到后来进入了cosplay圈子 接触到了游戏主播 才开始了自己狗头罗莉的生涯 而之所以会越陷越生的原因 正是因为自己爱慕虚荣 享受被人追捧 被喜欢的感觉 最终才会慢慢衍生出 福利基或女菩萨的名号 虽然这些故事都是狗头罗莉的一面之词 故事的真实度也受到了网友的质疑 但因为过去有着许多的黑料陆续爆出 所以网友宁可相信他是卖弄风骚 也不愿相信他有着如此不堪的过去 觉得这些故事都只是用来博取同情的手段 不过网络风气败坏 狗头罗莉却在卖煎饼的过程中 感受到了那些真心喜欢自己的粉丝的爱 这也成为了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前往不同的地方摆摊 工作七个小时直到凌晨 但就在2024年的4月 因为宣布要以最高4000元人民币的薪资招募员工 整料却被网友炮轰待遇差工资低 对此他也亲自的回应 直接公开了自己的收入和生意 表示自己不是不给那么高的薪资 而是没有能力去给 更是忍不住在影片中崩溃痛哭 这样的行为不仅没有得到理解 更是被无数的网友吐槽又来卖产 每次除了卖产能不能整点心花活 还大呼美洋洋破防恶 废洋洋快集合 借此嘲讽那些庇护他的粉丝们 看到狗头罗利的遭遇 只能说你还是快回火星吧 地球是很危险的 你快点回去火星吧 地球是很危险的